各位今天的青春風上頭 現在來看 國小幸福的才是幽靈幸 成為社區辦對相當流行的泰國隊 拍攝華臺的角色 將會是年輕國小四年前 成立於台灣本土文化為精神的十股隊 拍攝台灣的國 台灣的英國 但現在就到了 年輕的幸福團隊一尊一尊的故事 在著聲音台稿學校的內斗 阿仙當初不是很多人生國秀 新年前學長在思考 要怎麼創作學校的治療 尤其是就是台灣人本的幸福 重視人文的教育 因此我們引進這個十股 而是我們台灣的集樂方面的樂團 他們的教材 是很適合我們的小朋友的學習 那同時我們希望說 他們能夠五運並重 德智體群美的培養 雖然這年輕人都不是英國科班出身 但是對拍拖稍微分裂強 為什麼喜歡打鼓 我喜歡打鼓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鼓的節奏讓我覺得很喜歡 而且打鼓的話 有助於身心健康的發展 這就是我喜歡打鼓的原因 你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最難忘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最難忘的我覺得最印象是這種 就是說我之前有打過三音鼓 三音鼓它的節奏是比較快 而且有三顆鼓 自己自帶節奏也比較複雜 所以我覺得打起來比較難 一本一本生好 每次打鼓的時間都這麼有 喜歡陸oda 別人家都別人 練習 每次都別人 因為他都很專心的男性 讓我第一生 舞台表演 沒打過 然後就想試試看 然後接下來就 每一個學期都有參加 然後出去表演 上台表演會不會緊張 會 那怎麼辦 只能打 因為我的小糖果 全部裡面都是走路 走路就打兩個就好 這樣子喔 那你有沒有遇到不會的地方 沒有 沒有遇到不會的地方 沒有 有沒有打錯的時候 沒有 都沒有打錯的時候 沒有 我都很專心 都很專心 記得老師說 哈欣的住會上很高 大小的小孩會自動起到小小的 回到家 還要拿去抓心話 當作過來打來練習 那因為我們的年齡層 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通常都是這樣 大的小朋友去帶小的小朋友 來練習這樣子 就一個帶一個 然後所以 其實小朋友 像我們現在有兩個二年級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就學得很好 可是還有一點是 其實他們回家都自己 拿箱子啊 自己在那邊練習 所以我們雖然 我們社團只有一個半小時 可是 其實每個小朋友 隔一周回來 表現其實都很好 對 跟著說 會讓小孩參加十股隊 除了小孩跟他一樣 最重要的是這支隊伍 拍的是在台灣人的狗 大兄也是從台灣人本的狗鄉 我受到我們那個電影鎮頭的那個 就是啟發其實蠻深的 那加上我的小朋友其實 之前在幼稚園的時候 他們曾經有學過一小段時間的太鼓 那我就其實蠻喜歡這樣的一個藝術 但是 見到年新國小以後 我覺得 因為我們年新國小成立的鼓 又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是十股 打的是我們自己 台灣的鼓譜 跟我們自己的這樣一個曲調 我覺得 陶定說 十股隊成立在三四年來 他先生的表現一直很好 也都很開心可以當中台表演 難怪在那裡好好 在這四十股 先繼續去管建戶 他先生騎上舞台都很有主信 集團呢 大概三四年的時間 我們也看到 孩子的成長是 得到我們家長的肯定 同時在 縣府舉辦的各項的演出 他們都出場去演出 所以 我們也 能夠達成我們 三好校園的計畫 做好事 存好心 說好話的一個理想目標 那同時 我們能夠學校教育 社會教育 家庭教育三合一的一個理想 那希望在十股集團的一個 營造之下 來發展 然後達成我們 做一個實驗 教育的一個方向 校長強調 人生的學生人數不是很多 所以是中華四黨庫 很重要的修學 學校 很重要是 真不夠有 尤其是大金在地 建立小孩 有主心的學校 大專心 沒問題像中華 蔡芳不得 發展 成功 移民 學校 馬 成功 成功 成功